字幕提供 非常好 開玩具 整個桌子都是開心的 不過 緩急先考 對 好了 玩具TV第28季第11集 沒錯 一開始 作為一個街霸粉 我都真的 絕對不會給任何人 差 一定是在中學時期的 街霸一開始 坦白說 我由街霸 四開始 少接觸 六 我沒有玩過 最新的 五 打爆機後 也放下了 遺憾的 我不是不想玩 不是不喜歡玩 但是 那道火 有太多 身邊的東西給我玩 變了 沒辦法 這次要介紹的 Street Fighter 2 Ultra 也是我叫做 黃金年代 時期的遊戲 這個十六人 這個時候 我覺得是 最黃金 最輝煌 的時候 沒錯 我又不敢說 最不最輝煌 但是 在我的年代 一個他 一個 拳王 拳王 我沒有玩 因為他太多 那是誰呢 街霸三 這兩個是無敵 特別是 你到現在 做得這麼經典的 Blocking 那個 大五 是不是大五 是 那個黨 擋下春麗 擋下 13米 然後就 空中重拳 站立重拳 忠聲龍拳 拳 疾風順雷腳 修平 其實那個黨 他還要跳高 兩下 那天真的很難 不是 你其實 別介意 我在街機 Block個人 這個 都是Block這個 千億 那招是甚麼 那招是 千億線 是 我連名 我連名字都記 是否千億線 不記得 算了 你其實是擋十下 你不跳高 他不會走到最後 那一圈 他是特意跳高擋 擋了他那兩下 是啊 那你擋在下面擋十下 其實他已經走上去 你就可以擋他 他停的了 他不會有第十一腳 哦 他跳高走去Block 神經病 好 回來了 先說回來 這個就是Jada Toys 第一彈 CVS1 上次我們已經介紹過 那一隻特別版 就是薩爾龍 今次終於到他們 CVS1的主角色系列 沒錯 那一門三傑 不如我們先說哪一隻 你呢 春麗 其實要講一下 他的包裝 整個街機風格 很棒 而且他的背景 真是他們自己的原先背景 沒錯 真是他們自己的 珠熟人物背景 這個就是街市 這個沒有了 在這裡 楓林火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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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就是大陸的街市 就是春麗 沒錯 首先是否先說女生 先是Lady First 是的 首先 我想最重要 看女生的模型 一定要看樣子 其實很多人都救病 而且會找他 跟之前的SHF去比拼 或者會跟以前那隻叫做 Storm 比較近期就是Storm 再之前那隻叫做Sota Sota 這樣去比拼 其實它是中規中矩 如果你說比起SHF SHF是比較少女風 而且坦白說是漂亮一點的 只是面相 是的 Storm Toys那隻也是比較成熟 比較美女 這隻呢 其實Storm的在關節和外形上可以 但面相其實我覺得不一樣 都是一般的 是一般的 我覺得她是美女 但她不像春麗 是嗎 是的 到了這一隻 其實我覺得 如果你以一個百多元的玩具 質感來說 其實我覺得她也算不錯 是的 其實你說出一個重點 是的 即是等於你以前 N年前的Sota那個價錢 是的 而且這次也很發心 我覺得她也算是這樣的 它有一個是正常樣子 再加上一個是刨烤樣子 拍到出來嗎 是的 其實我覺得她的刨烤樣子 都捉到一個神髓 是的 而且大家要想回 其實她這個角色 現在和這個遊戲 是用以前是Ultra 是的 即是Shift了孤年代的外形 是的 所以她可能她的樣子 沒有那麼漂亮 或者是 是的 我覺得她反而太美型 現在還可以還原到遊戲的感覺 你真的要看看 好 讓你先看看 給公眾看看有什麼配件 有一個刨烤頭 有一個 腳的特效件 這個也算不錯 然後還有這個 出球的手掌 氣功掌 很可惜 我忘記了Ultra可以出球了嗎 可以 已經可以出球了 是氣功掌 對 很可惜 今次沒有跟到球的 對 但她給了平手 讓你做到這個 對 沒錯 嘩 好 看看德哥 德哥正在玩他的可動 其實本身 這一類型的玩具 你可以當 因為始終是美玩 你當像玩鞋子寶的系列 其實沒有什麼大分別 爽玩 爽扭 沒錯 不敢說是美型 但是重點你記住 她 這些裙用軟膠整 又不會對 嘩 她的 她的 夾出水 哈哈 不實力 那你 不關我的時間 起腳也有些汗 無所謂 我都補一補飛 免得又說什麼 老大佬 其實我覺得她 好像是 這隻 Jada Toys 這隻 我覺得她大腿 起碼大腿 粗壯 裙子又有軟膠 這隻軟膠也不錯 真的不錯 真的很軟熟 真的很軟熟 真的完全沒有阻礙她 是 完全沒有阻礙她的特別 起腳 招式 我想也相當不錯 是 其實玩街霸2的春麗 我覺得是難用一點 因為本身她沒有特別好 封位 即是打她真的要講封位 連續機來說相對亦比較少 變成是靠速度取勝 而且她不能跳 只可以站立跳 你向前跳 九成九都會被人升下來 好了 現在就送給大家看看 拿起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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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大家看看 其實挺漂亮 真的挺不錯 只有百多元 對 還想怎樣 算是挺漂亮 對 好 Next 這個就是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你那個 沒錯 飛龍 飛龍 在街霸2來說 都算是一個新角色 當時 大家都不需要覺得古怪的 就是她的參考角色 還是李超龍 你會看到整個飛龍的 特別是肌肉的表達 是不錯的 不錯的意思 是除了本身她的設計造型之外 最重要的是她的肌肉紋 是用了一些相對深色的啡色 去造陰影 所以變成一百多元的貨物 給予到這樣的質素 對 我亦都覺得她這個樣子 是捉到飛龍的神髓 是 這隻會比起剛才春麗那隻 更加我覺得是做得好一點 因為始終女生都是難做的 是 就算你開胎時 做女生都會炒車 是 是 所以這隻其實我覺得是相當漂亮的 不過 QC就真是一般 你可以看回飛龍 多一句 她能給你一個槍 你真的要驗一驗屍 我沒有叫驗屍 你真的要看清楚一點 是 你會看到她的嘴唇 是有一邊沒有上色的 是嗎 這麼嚴重 是 所以 大家買的時候都是八 雖然是百多元 對 她是開槍式的 所以到時可以看看 絕對有仇報 對 又給觀眾看看 這隻究竟跟著什麼配件 也一樣 有一個抹開嘴的頭 還有一個飛起那隻 那隻 刺驗腳 刺驗腳的腳升龍 刺驗腳的特效火件 還有兩隻 手的配件 對 就是這樣 所以我覺得其實 它兩個頭都算有味道 你看看另一個頭多漂亮 正常 這個頭比較漂亮 這個是炒手的 對 刺驗腳 對 刺腳的 還要高它 對 再高一點 對 對 正常是這樣的 可以嗎 對 我覺得有點像某種船條 哈哈 還有 街霸出了這麼久之後 你知道它有很多角色 很多個國家 好像是 胡亥一德飛龍 是屬於香港 嗯 它好像不是屬於中國 是 是 沒錯 街霸六 有沒有飛龍 好像沒有 對 好像沒有 飛龍 就是這樣 我就記得一個 比較常用的連續技術 就是 空中重拳 暫立重拳 烈火拳 乘三 這是最簡單的 其實那時候 如果你玩街霸 其實它的感覺 它不是很多招式出 有一個好像向前打三拳 對 就是烈火拳 對 然後這一招腳 前腳 就好像沒有了 反方向 正方向 不是 差不多兜大半圓 按摩 那是跨過波 一個腳踩到靈力頭 用來鼻波 還有作為攻擊用的 好了 這隻就沒有軟膠件 這隻就沒有軟膠件 因為它沒有衣服 就沒有軟膠件 好了 最後 講完我們的主角 阿龍 好了 跟上次的薩爾龍 基本上一樣 不過就少了一些特效 對了 我給觀眾看看 現在可否看到 對了 有一個路敲樣 跟著正常樣 一個出波動拳的手 還有一個波動拳 上次如果有入手到薩爾龍的話 薩爾龍就會多了一個波動拳 一個薩爾波動 還有一個風鈴火山兩個牌 那個實用 對 基本上其他配件就一樣 我們又拿出來看看 對 其實這次也是 我覺得最好 Jada Toys 就是它這種軟膠 它真的很軟熟 有時候軟膠 就算是SHF也好 未必有那麼軟身 對 而且比較常用軟膠做外皮的 都是一些美援 即是下肢寶那些 真的硬很多 對 硬很多 其實如果你硬的 如果你真的不知道 你以為它可以當成一件布衣 你都不出奇 它這個真是很成功 對 很柔軟的一個膠 對 所以它又上色 所以算是很好 然後上次這個也是 其實這個我上次都玩過 那些可動的那些 就一定是沒有問題的 那你想出什麼 旋風腳 接著就 聲龍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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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波動拳 這些絕對就沒有問題的 對 就是這樣 這次首先第一部分 就是有三個角色 其實第二部分 應該有聽聞 好像十二月就已經會出的了 哦 就是 我們先讓觀眾看看 這裡後面 這裡有齊齊齊 看到嗎 是 第二部分好像是 阿Ken 司令 以及印度佬 希望 現在這裡暫時看 它有十六個角色 再加上一個 煞耳龍和煞耳鏡 還有還有豪軌 總共有十九款 暫時這樣看 不知道它出不出得齊了 我們就 希望它會出得齊 這個JATA TOYS 希望它生生生生 出得齊 全部人給大家 嗯 因為在以前 舊時候 SOLTA TOYS 都已經算好齊好齊 是呀 但是 都欠了一隻DJ 啊 激死人 是啊 你十幾個人而已 不知道為什麼 你硬是要欠一個半個 反而它還有那些什麼 呃 它那些別色出到你 傻啊 別色啊 還有那個Zero系列 那些都有出 是呀 是沒有出它 吹到你啤啤響 好 那一會見 對 一會見 SORUKEN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